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分级剧情第29集 郭靖和欧阳峰此刻也终于上岸 欧阳峰一上来就看到欧阳克被砸 不由分说就拿其他人出气 黄荣三人现在不是老毒物的对手 要想生存只能智取 黄荣与欧阳峰约法三章 救了欧阳克 欧阳峰不可以在岛上害他们 不可再向黄药师提亲 若救不了欧阳克也不能迁怒他们 四人咬牙奋力推食 但那石头太大 要想成功不能用满力 只能取巧 用脚盘最合适 郭靖几人聚找藤螺和木头 太阳毒了 黄荣用荷叶包包了一些水 给欧阳克润喉 这种时候了 欧阳克还对他说谢谢 黄荣不谢 这机关本就对他而设 他还没说完 就被欧阳克打断 这话被如果欧阳峰听到 肯定不会放过他 脚盘坐好 众人一同使力 眼看将巨石抬起一些角度 欧阳克奋力将腿抽出一些 突然 调臣断裂 前功尽弃 回到山洞 黄荣气愤 老毒物欺人太甚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 师父还会救他吗 洪积公认真看着他 斩惊奇地说会 这就是命 老毒物和小毒物 也有他们的命数 黄荣心疼师父 哭着说 要为他们做好吃的菜 洪积公语重心肠安慰他们 人这一生总要别离 他这一生过得也算潇洒 喊浪生生 细沙软眠 黄荣和郭靖沙滩散步 黄荣问他 可想当丐帮帮主 郭靖联盟摆手 他根本就处理不来 帮中的大小事物 仗潮了 黄荣看着海浪滚滚而来 皱紧眉头 他们有麻烦呢 海水可能会淹没欧阳客 到时 欧阳风肯定会找他们出气 听了这话 郭靖想着赶紧去救欧阳客 他一心救人 心地纯粮 更让黄荣欣赏 欧阳风现在是岛上的霸主 以止气势 分布郭靖去砍树 又理所应当 让黄荣留下来照顾欧阳客 郭靖心里难受 不愿让荣儿受委屈 但是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现在不是和老毒物翻脸的时候 但天无绝人之路 郭靖的九人真金 这顿红七公恢复有帮助 竟然这样 红七公想出一个策略 欧阳风出动来找黄荣 正巧听到郭靖三人谈话 他们满脸笑意 祝贺红七公 武功恢复 见他们如此 欧阳风心中担忧 看来得尽快离开荒岛 欧阳风从暗处出来 以以止气势 吩咐他们砍树 做木筏 他走后 三人相视一笑 看来计策成功 已经成功镇住欧阳风 欧阳风抢了木筏就走 郭靖怒持塔部讲信用 黄荣和红七公倒是笑嘻嘻的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看他们能飘多远 可能是祸害大多 遗害千年吧 欧阳风苏职 本来就要葬身海底 危急时刻 完颜红烈大船竟然到了 也是正巧 本来就是来找他们苏职的 完颜红烈好生款的他们 酒桌上 都是江湖中人 沙宗天等人 自然是不甘据于欧阳风之下 屡次挑衅 欧阳风只是好妻之辈 只需一招 就将他们镇住 世上没有不特风的墙 杨康犯后 偷偷去练酒阴白骨爪 不小心被慕念慈发现 他生气转身就走 这么阴毒的武功 迟早会影响人的心智 他只希望杨康 能做一个正直的人 杨康满口答应 从怀里拿出一双 小巧通特的小鞋 一直送给他 一直留着自己用 看到他这么有心 慕念慈终于露出笑脸 第三十集 毕竟有求于人 欧阳风没过多久 就去杂物间 他想知道 九云真正的秘密 哪是那么容易 黄庸三言两语 就打发了他 欧阳风好吃好喝 招待他们三人 黄庸背诵了一段诗文 让欧阳客内外双修 只要砍一百棵大树 就能治好 加上洪七公在一旁帮一枪 这么荒唐的话 欧阳风输职尽信一办 黄庸灵机一动 骗得沙通天主动开门 他们趁机逃走 本来计划得好好的 只差拿到小船离开了 关键时刻 欧阳风出来捣乱 杨康等人此时也追过来 巧妙的身局 瞬间变成死局 杨康背后拿着一个匕首 一步一步走向郭靖 船上一片静默 气氛诡异的安静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周伯通的声音 瞬间出现在传板之上 欧阳风又与他 论起当日赌局 说了也是天无绝人之路 当日那样的情况下 周伯通竟能活着回来 这也是他命不该绝啊 慕念此心急拉着杨康 让他想办法救出洪七公 另一边 完颜红烈拿出一把匕首 让杨康替他除掉郭靖